我们在谈到战装 我们必然要谈到跟气相关 所有的养生工也好 太极拳也罢 它必然要和气这个词一定要相关联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练所有养生工 或者说练太极拳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战装 其实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练气的一个过程 练气得气的一个过程 那么通过这种形式 它可以练就我们身体 就是说能找到这种气感的一种最佳的姿态 所谓的就叫混圆装 也叫混圆装 那么通过这种站立的这种方式 它让我们周身的无处都是一个撑开的一个形状 能够通过这个姿态和呼吸的配合 能够和天地人 也就是说能够融为一体最佳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混圆装 也是一种练气得气的一种最佳的方式之一 那么我们通过练习站装 找到气感得气之后 我们接下来才能练到一些 相对应的一些养生工法 健身气功 五行功 五行气功 踩气功等等等等 所以呢 在我们练习这种踩气功之前 首先要学会的我们就是站装 找到气感的这种方式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姿态 脚尖正对前方 跨步下沉 手慢慢的微微抬起 它有一个捧进 抬起圈里面的捧进 手臂小臂向前 背部向后 下坐下沉 微微下沉 旋轴 沉间坠走 下个微收 眼帘自然下垂 保持了这个姿态 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水沟处 也就是鼻孔处 注意力 感知我们的呼吸的粗细 达到它最佳的一种状态 细绵柔 长 那舌顶上额 微微的提纲 这就是一个最标准的站装的姿势 它通过你练习的时间 你会发现 手在外 它不会感觉到冷 它手会微微的开始 由温热 到会发热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次我们简要的讲到这个站装 当我们每天练习到15到30分钟左右 你会发现 你的身体会逐渐的变好 你的气血开始变得充盈 这就是我们身体在向好的一个地方方向来发展 那么平常我们说练气 很多人会一定会联系到一个词叫屁骨 也叫壁骨 那么最早它是出现在兰花经 也就是庄子这本书里边 它讲到了这段文字 那么由于这段文字的记载 很多的一些老修行们 他们会运用到这段文字 在筑山的时候 筑山修行的时候 必去五骨 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 来促进自己的健康 好